因為看到美國還在通膨 雖然說持平緩下來 但是物價也是上去的 但中國大陸的消費者的物價是下來的 CPI是下來的 所以馬上就有人聯想到 日本一開始要進入失落那30年的時候 也是先開始通縮 惡性循環 價錢下來了 我又不敢消費 然後就慢慢慢慢就一灘死水 馬上就有人用這個新聞去比喻了 就是中國大陸會不會步上日本的後塵 這個我知道完全不一樣的背景 但倩妮怎麼看 量體不一樣 量體不一樣 因為畢竟日本除了它國內 因為它才是個五億人市場 它是很大的一個市場 它除了國內以外 它跟國際上面 它的出口的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說它在 我們要看日元的話 你會發現它有一件事情是它在做的 它長期用幾乎零的利率 去維持它 可以不斷地增發日元 而讓政府不倒 因為政府在增發日元是要付這個利息 所以日本的公共債務 現在是所有的G7國家 那個開發發達國家裡面的 百分比是最高的 日元的那個外債 已經到了GDP的23% 國債了到230% 那這麼高的國債 它怎麼樣政府不垮呢 就是它一直用非常非常地低的利率 壓下來讓政府可以去負擔 政府的部分 同時日元就成為了全世界的金融資本在玩的東西 大家去借那個0%的利率 然後去炒你們紐西蘭的貨幣 或者去買這個美元 美債去做各種投資 那現在剛好它要做反轉了 在它做反轉的時候 它就是要把很多的日元要摳回日本去 我去光用我的小腦袋想 太難了 它只要升息的話 那個要付多少的利息 日本的政府 政府要垮 對 所以它現在生 它是用一個區間嘛 它說它控制一個 原來是一個0.5%的區間 現在是說 我用一個guidance 就是我是這個算是一個 概念上我會去管制的 所以就慢慢落到差不多1% 那1%的利息在全世界最低了吧 你哪裡去找一個不要利息的地方對不對 所以日元慢慢就會有人說 把錢放回日元 然後在日本去投資日本的股票 所以你去看到日本的 你可以現在都做得挺不錯 因為日元回去了 好 你們現在慢慢就了解說 你看美元回去的時候 S&P500就一直一直漲 然後日元回去的時候 你可以就一直漲 這就是流動性所帶來的 大水漫灌造成的股票市場的榮景 那這個榮景時常是說 不管你是 是阿貓阿狗是什麼什麼東西 它都一起漲 因為它就是玩指數的人 它不是說我每個股票都買 可是我買的是指數的話 那就是什麼股票都會漲 所以有很多很多人現在正在反向著 以前借日元的現在就還日元 所以日本就會把很多的日元 帶回日本 因為日元在全世界已經超過5兆美元了 它怎麼去解決外面這麼多日元的問題呢 那中國大陸沒有那麼大的外債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不同 就根本的 對我剛剛講那麼長 就是中國大陸的外債 到現在為止 它的這個外債 我今天還特別抄了一個數字 它的外債裡面呢 本幣的就是用人民幣的 和那個外債的餘額呢 是2.5兆 總共才2.5兆 中長期呢是44% 所以短期沒什麼問題 然後它的所有的這些債裡面 本幣的呢 是佔45% 外幣的只有55% 雖然外幣都是美元 所以說它在受到外面影響的可能性很低 也就是說 中國大陸可以把自己呢 就像以前有萬里長城一樣 它可以關在裡面 在裡面是非常安全的 因為是它原先的內部體制可以解決的 不會像日本跟國外那個門口開的這麼開 是是 所以剛剛那個新聞的標題 中國大陸會像日本一樣步入失落了30年嗎 應該不會 根本上的背景不太一樣 人民幣不是日元 日本在日元的無能威力的部分 中國大陸不會發生 剛剛前也提到大陸還有國企 日本是沒有國企的 日本所有的能源 最重要的這些能源都是全部靠進口 中國大陸不是 所以很多不太一樣的部分 你去類比說 接下來因為看到了 中國大陸的CPI出現了負成長 就立刻想到通縮 變成像日本 那就是跳太快